好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疫苗 蔡英文政府是可以让你选择的 8月之后你可能可以选择 打高端或者打联雅 你还是可以选疫苗 就这两个你选一个 民进党政府不会让太多的外来疫苗进来 原因就在于 如果这些的疫苗 不管是莫德纳 不管是BNT 如果大量进来了 请问谁会打高端 请问谁会打联雅 小龙 我补充你一下 今天小英自由会的总队长 昨天延次发起了 打国产疫苗 没有错啊 我同意啊 就是他之所以需要去发起 之所以需要像是蔡丁贵用很悲情的方式 在美国自己打完了之后 岳阳喊话 他就告诉你就是大家都怕嘛 那我为什么就正规的和合格的疫苗 我不能打 然后我要当你的白老鼠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打疫苗 台湾都还在讨论就是说 自费能不能选 就是我自费 但我可不可以选 在美国你已经知道了 你根本就不用钱 你就是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打 第三个有一些国家 甚至于我还出钱 像是香港是办送房子 办各种的奖励的比赛 你不用出钱 你随便选 而且还可以抽奖 人家是做到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在谈疫苗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全民呢 全民该有的准备就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命你跟你的家人 如果你的命够长 你可以活到今年底 我判断你打到疫苗的机会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撑不到那我没有办法 第二个呢你会说那政府该负怎么样的责任 我做个比喻啊 你看到欧盟呢 欧盟边边境开放 欧盟边境开放同时宣布了全世界几个 他认为的所谓的安全国家 这几个安全国家 以色列在的在里面 新加坡在里面 韩国在里面 中国在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这些国家的疫苗的覆盖率都够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以色列是全世界第一个拿到BNT疫苗的 BNT才刚拿到WHO的认证 以色列就拿到疫苗 去年12月底开始打 全亚洲呢 第一个拿到的是新加坡 只比以色列我晚几天 去年12月30号新加坡就开始打 全世界第三个拿到的是韩国 韩国呢也在打业金的覆盖率差不多了 全世界唯一从复兴呢 拿到BNT的是香港 香港拿到330万剂 打了120万剂 之后因为大家担心疫苗有问题 所以香港停了 所以香港开始办油奖的 打疫苗比赛 最近他们打疫苗的 这个盛行率开始往上升 没有错 我们在讲的是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我们说我们是亚洲四小龙的时候 你知道亚洲四小龙 三只龙都已经打完了 只剩下台湾 台湾还是龙吗 台湾是唯一没有打疫苗的龙 为什么 那你当你四小龙大家在比来比去 我们不要跟以色列比好了 你跟四小龙比来比去 四小龙三只都打完 都边境开放都列为安全国家地区 不管是新加坡也好 韩国 韩国甚至于未来成为亚洲的疫苗的主要供应商 香港也都已经打得差不多 最近一个月确诊都是零 我说加零降到香港去了 台湾呢 台湾是唯一没有疫苗可以打的龙 我们的陈时中部长 我们的蔡英文政府 你凭什么说你超前部署 真正超前部署的是像是以色列 去年人家就开始打了 真正超前部署的是新加坡 人家去年就开始打 打DNT 去年呢就开始打的 今年初开始打的是韩国 那也是超前部署 香港也是一样的 也比我们好几个月的时间呢 台湾超前在哪里 台湾是亚洲四小龙里面 唯一没有打疫苗的龙 请问你我们什么时候给边境开放 所以如果照现在政府的进度 第一个你要命要够长 撑到年龄你可以打 第二个你就算打完之后 你一定要打进口疫苗 否则你是出不了国的 那坦白